据环球时报11月6日报道 当地时间6日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呼吁美国大选双方在结果出来之前保持克制 并强调称加剧紧张局势是不负责任的 直言美国不是搞个人秀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人继续火上浇油都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马斯的这段话值得深思 如今美国大选被混乱笼罩 两党之争让美国社会空前撕裂 而美国人也意识到大选后可能到来的骚乱 16个州3600多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出动 时刻保持全面戒备状态 马斯还补充道 为了让这个结果能被接受 每个人都必须首先表现出克制 对保持民主制度的运作来说 体面承认失败比开心获胜更为重要 这一句话无疑直戳特朗普七寸令其泄气 另外英国司法大臣罗伯特巴克兰德则更为直白 在采访时直言 如果特朗普输掉大选 就应该让权力平稳地过渡 就在当地时间7日晚8时 拜登以超270张选举人票在选举中胜出 并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发表讲话 随后多国领导人都对其表示了祝贺 例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英国首相约翰逊 纷纷发推特祝贺拜登 并强调与美国的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写道 美国大众做出了决定 乔拜登将成为第46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 美国人选出了他们的总统